你真没看错 特朗普终于忍不住给萨达姆教区了 要知道当年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 所谓的原因就是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当时一个经典的画面 就是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去安理会作证 还特意出示了一个装有白色粉末的使馆 认为这就是证据 最终美国攻打伊拉克 萨达姆被绞死 但100万人死亡后 伊拉克至今四分五裂 特朗普看不下去了 6月7号 他在社交媒体上这样痛批罪魁祸首 鲍威尔 柯林鲍威尔真是一个老姑板 他对我们陷入灾难性的中东战争负有责任 他刚刚宣布 将投票给另一个老姑板睡老头拜登 鲍威尔不是说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吗 他们没有 但我们还是发动了战争 意思也是很明确的 1.鲍威尔你是一个老姑板 你支持的睡老头拜登也是一个老姑板 2.你不是说萨达姆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吗 怎么你最终没有发现 3.你对灾难性的中东战争负有责任 你手上沾满了鲜血 转换一个角度 特朗普不就是在为萨达姆叫区吗 萨达姆根本没有这种武器 鲍威尔你像模像样的展示了小使馆 然后发动了战争 最终绞死了萨达姆 也难怪 普京后来就调侃 鲍威尔你的使馆里搞不好就是洗衣粉吧 印象中 美国总统这样反思伊拉克战争 而直言不会说出来的 还是第一次 萨达姆你是真委屈了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特朗普这次真被气坏了 作为美国前国务卿 前四星上将 前参联会主席的鲍威尔 公然对他发起了挑战 声称将在大选中支持拜登 一个共和党的大佬 不支持本党的特朗普 却去支持拜登 这不是胳膊肘往外拐吗 更让特朗普分满的是 就是这个黑人鲍威尔 还对他各种出言不逊 在接受CNN采访时 鲍威尔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如果必须用一个词 还概括他过去的所作所为 这将是一个 我从未使用过的词 我在过去四位总统手下 从未用过的词 他撒谎 他总是撒谎 无时无刻不再撒谎 他习以为常了 他从来不是一个 事实上的总统 骂得够狠吧 也难怪特朗普火冒三丈 你以前支持奥巴马 支持希拉里 也没指望你这次支持我 但是你这样骂本党总统 还有没有王法了 所以特朗普开始反击了 我撒谎 你不撒谎吗 你这个老古板 你的洗衣粉呢